在人們的印象中 葬禮告別儀式都是悲痛哀傷的氣氛 而9月2號的玫瑰缸阿罕巴拉大禮堂 卻充滿了喜樂 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寺廟 机构的出家人和居士们聚集一堂 为学习如来佛法 成就佛教圣德的诏育圣居士 举行盛大的告别法会 是啊 赵玉生居士呢 他是在应该记得是在6月 今年的6月27号来到这个美国 跟我们拿摩第30多节腔佛陀师傅 求学到这个佛法的 他之前呢是这个陈宝生先生呢 他的弟子 由于呢没有学到佛法 搓了很多的因果来 就生到重病 而且是越来越重 那这个痛苦万分 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今年6月的时候呢 才来到我们美国 跟佛陀 拿摩第30多节腔佛 学到了真正的这个如来正法 在当天呢 这个拿摩第30多节腔佛陀师傅呢 为他这个修法呢 就请来了这个阿弥陀佛了 为他这个亲自的 建政了这个本尊阿弥陀佛 而阿弥陀佛老人家呢 就是摸着他的头顶 就跟他说啊 到你灵命中时了哈 亲自会派 拿摩观世音菩萨来来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结果在今年的就是这个我们八月份了哈 八月24日这一点呢 真正这一天呢 就是苏省大师音乐呢 就来到了 观音菩萨就亲自把他来接引去了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我们所有佛弟子们呢 应该是最欢喜的一件事情 他能够学习真正如来正法 应该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死自由 了生托死 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 我们在第一时间呢 就感到了赵玉士居士园级的现场 当时看到他的法体呢 面容呈现非常安详 面带微笑的样子 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殊胜的成就了 然后呢 我们就马上呢 为他安排送经的活动 当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听到说 这个院子里有三棵树 正在降下甘露 那时候我们也就出去看了 那么我看到啊 当时是晴空万里 烈日炎炎 我们站在那个树下呢 就看到那个甘露像那个雪花一般的 这样飘飘染而下 那滴在脸上 滴在身上 是清凉啊 方向无比 大家都非常地高兴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很为赵玉士呢 感到欣慰 因为呢 他自从跟随第三十多些枪佛 学到正法之后呢 他能够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成就 而且呢 出现了这么多祥瑞的这些现象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 一直照顾赵玉胜居士的毛妹妹居士和赵玉胜的女儿赵辰居士 是赵玉胜居士原籍 出现圣境和祥瑞现象的见证者 在8月24号 美国时间下午大约2点30分左右 我当时在小睡 赵师兄自己呢 就走到外面 用完厕所后 进来把我唤醒 他吩咐我们说 他要走了 哎呀 要我们真心真意的跟佛陀师傅学法 他说我们会在极楼世界再相会 当穿好衣服之后 我和赵春师姐 我们就嗅到 闻到师兄身上发出一阵阵的香味 我父亲当时是身体 穿好衣服后 我们因为比较贴近 所以闻到他身上发出一种特别的香味 我们从没闻到过的那种味道 接着师兄就说了 他说我现在要拿我的生死自由来表法 来证明南无第三世多结枪佛的佛法是最鼎盛的 整宝身是个妖魔 妖孽 是邪子 大骗子 是罪人 还说呢 真正的如来正法 是在我们南无第三世多结枪佛这里 佛陀师傅这里 接着呢就说 他就说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观世音菩萨来接我了 于是呢我们一说完赵世兄一说完 我们看到他全身发出光芒 我一抬头一看 有一尊好大高大无比的观世音菩萨 站在赵世兄的头顶上方 他全身发出白光强烈的白光 哇真的很殊胜 周围呢都有五采观围绕着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是个专严非常非常的专严无比啊 这个专严观世音菩萨我看待了 我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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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观世音菩萨 看不到赵世兄了 我就急了 我就赶紧的跑出这个院子 这时我身边的 我身上的电话响了 我就想 我在抬头一看 这时我看到观世音菩萨跟赵世兄 真的这次远走了 深空远走了 我再看一下 他旁边院子的三棵树 下起了甘露 那个味道非常的清香 这个华章师的师父们 他们是第一个赶到现场来的 他们也同时看到树在下竿路 法师们还录了像 马来西亚一个老奶奶 她事后告诉我们 她也看到了南无观世音菩萨带走师兄 我以为我们两个人看到 她也看到了 而且当时那位老奶奶就住在隔壁 她的女儿也过来了 因为要照顾她的妈妈 然后她听到她老奶奶的讲述以后 特别要求我说要跪拜我爸爸 然后她感觉非常的殊胜 这时候我看到我爸爸躺在床上 非常的安详 然后嘴边还笑着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然后我爸爸这次能够得大成就 然后我是非常的高兴 出席当天访会的 还有国际佛教僧尼总会主席 世龙会法师 世觉会法师 华藏寺住持 世若会法师 世庙空法师 马仓寺寺主 松洁人波切 师言贡法师 宝塔寺首座 师志光法师 师志开法师等 和居士们近两百人 七众佛弟子共同恭送 佛说阿弥陀经 功德回向赵玉圣居室 隆重的法会圆满后 全体道会人士护送 赵玉圣居室的法体到玫瑰缸 鞍脏 记者阿罕布拉市采访报道